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城市观星指南 我是寻天者叶紫怡 我们这一期的观测目标呢 就是天上最著名的勺子 北斗七星 虽然现在晚上确实还是挺冷的 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斗饼冬至天下皆春的时节了 那斗饼冬至指的是什么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北斗七星它的一个勺饼 当我们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出去看到这个北斗七星 它勺子的这个后三颗星 也就是它的斗饼冲向冬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春天了 那我们的祖先呢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北斗七星 它的指向来去判断季节了 那么这个北斗七星 我们现在呢因为时间的问题 所以看到它是一个倒扣的一个形状 但其实那北斗七星它每一天都会运行这么一圈 因为这个北斗七星呢会围绕着北天极绕一圈又一圈 就很像皇帝的车拧去周游列国周游四方 所以呢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俗语叫做斗维地车 这个呢就是中国古代兴战学上认为北斗七星它是皇帝的车拧 那么在西方人看来 北斗七星其实只是大雄星座的一部分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星座 它相当于大雄星座的一个尾巴 也就是它的身体到尾巴的这么一个部分 那什么雄尾巴这么长呢 在传说中是宙斯将大雄和小雄 这两只雄扔到天上的时候呢 拽着它们的尾巴向天上抡 所以把它们的尾巴撑长了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看大雄和小雄 它们都是两只长尾巴的雄 那北斗七星呢我们都很熟悉 从少口来去说呢 它们的古代星名分别是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衡 开阳 遥光 直着一说的是开阳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有一个大星星 旁边一个小星星 这个小星星呢古代星名叫做斧 开阳和斧呢也是一对著名的牧师双星 它们之间的牧师距离为十二角分 相传古人经常用这对双星来考验士兵的势力 那开阳本身除了是一颗牧师双星以外呢 实际上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物理双星 早在四百年前的伽利略时代 人们就已经通过望远镜看出来 它是一个两个相距十四角秒左右的一个双星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双星 那十四角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一般用小型的这个望远镜 或者双筒望远镜是看不出来 它这个开阳这颗星本身是一颗双星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啊 伽利略时代的那个天文学家 他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 虽然这对初级的天文号主可能不太友好 但是对于进阶的天文发烧友来说呢 开阳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测目标 天文学家进一步发现 开阳A是颗双星 分为开阳AA和开阳AB 再进一步发现 开阳B也是颗双星 分为开阳BA和开阳BB 最近的研究发现 斧也是一对双星 它的半星是一颗黯淡的红矮星 综上所述 开阳是由两个互为双星的双星系统组成的 它们之间确实有引力关系 但是开阳和斧之间到底是不是物理双星呢 这还是天文学界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但无论如何 它们都属于大型座移动星群 北斗七星的大部分量星呢 也属于这个星群 它们有着同样的移动方向 那当你处在比较明亮的地区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发觉北斗七星它勺口跟勺半连接处的第四颗星看不到了 那这第四颗星呢实际上就是北斗七星这七颗星里面最暗的一颗星 它叫做天拳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文曲星 不是那个电子词典啊 这个文曲星就是这个所谓的文曲星下凡 我们去看那个白娘子传奇啊 就说它的这个儿子是文曲星下凡 我们中国古人管那些能够当大官的人都叫做文曲星下凡 那这个文曲星也就是天拳 它实际上是北斗七星里面最暗的一颗星 它的亮度呢大概是三等左右 如果你发现你看不到天拳的话 那可能你的极限星等 就是你在这个区域的极限星等只有二左右 那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光不然比较严重呢 会发觉不仅天拳看不到 可能连北极星都看不到了 北极星是一个二等星 那可能你的极限星等呢就在一等和二等左右 那这个时候会发觉好多亮星 然后以及星座呢看起来都比较有困难 当然也或者是你该配眼镜了 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如何用身体去测量天空中的天体的一个距离 那说到了一拳是十度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十度呢很多人问到底是这样子算十度啊还是怎样算十度 就是它其实这个拳头呢是一个猫猫拳 就是这样子就不算是这个大拇指这个骨头节 应该是这样子 它正好呢也是北极七星天输到天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么除了十度以外呢 甚至你的手臂小拇指指尖呢就是天空中一度左右 那么三个指尖呢就是五度左右的距离了 好了这就是本期城市关心指南的内容了 不知道通过本期内容 你有没有对北极七星有了新的认知呢 欢迎大家在我的微博 叶子一群天哲微信公众号紫檀和bilibili中留言转发评论 好了那我们下期见咯 虽然现在晚上的温度还是很低 挺冷的 我真的 好开始了 虽然现在天气还是很冷啊 虽然现在冬天的状态 被冻傻了 我这边来半步 我这边来半步 好好好 这是没有防止